林总监 我们又遇到了 看样子我们挺有缘分的 百安即将易主 你有想过自己该何去何从吗 这件事情好像跟程总没有关系吧 我就是替你觉得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有的小蜜蜂 辛辛苦苦忙了一年 但最后吃到蜂蜜的 却不一定是自己 你什么意思 我真的挺怀念 当初我们在观察共事的日子 是你要说过百安 现在知道跟我有关系了吧 这么说吧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我已经跟远来的小高总见过面了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 我们两个聊到哪儿了 你是不是很想要 见了你以后我的心情变得很好 要是有人愿意陪我再出去走走 说不定我可以多说一些 你要是这么不放心 刚才就应该跟进去啊 现在着急有什么样 我当然相信明慧了 那你还 我是不相信周如记 你 明慧姐出来了 程启让 他俩怎么会在一起啊 明慧这么讨厌程启让 怎么会让他扯呢 快点跟上 快点跟上 现在可以说了吗 为什么要收购百安 当然是因为 百安有价值啊 能倒是因为你啊 如果你是为了利益收购百安的话 我劝你趁早放弃 因为一旦你收购成功 我会立刻辞职 你真的觉得你对于百安来说 有那么重要吗 百安现在最大的价值 就是AI建模技术 而我是核心研发负责人 一旦我走了之后 整个项目就会停滞 我不信你短时间内 能找到代替我的人 不然关超肯定自己研发了 也不会让百安占了这个先进 就算你说得都对吧 但我相信 你不舍得放弃AI智能建模 我是不舍得 但是我更不愿意面对你 多一秒钟都会让我觉得非常恶心 五年前我就说过 你是我的 并且只能是我的 我到底哪儿不好 你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我呢 也许是我 结婚了我不能娶你 但除此之外我什么都能给你 只有我却在乎你 刚才明明看见他往这边走了 怎么不见了 都怪你停车停那么久 不 等一下 我总感觉不太对 你去那边找 我去那边 好 你想要这个来威胁我放弃百安 你差一点就做到了 放开我 灵魂 你是我唯一五年内忘不掉的女人 你听 这是让我觉得恶心 五年前你就是这么说的 只要你同意 我答应你我发誓 我的一切都可以给你 我可以跟正义廷离婚 只要朕帮我死了 关桥都是你的 放开 在你眼里我就那么比不上兴棋吗 我到底哪儿不好 你放开 兴棋可以我不可以 我要怎么做才能让我得到你 放开 灵魂你告诉我 你说 你说 灵魂 快 江总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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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魂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喂 我在湖边 赶紧过来一趟 有点事情处理一下 别害怕 我来处理 来 喝点水 别怕 已经倒架了 别怕 别怕 有我在呢 想哭就哭出来了 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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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我好像又要陪你一件衬衫了 还能开玩笑 不错 上次看你哭那么惨 还是五年前我们分手的时候 晶晶先生 五年前那个不叫分手 那是你但方面甩了我 所以啊 我也一直在为我愚蠢的行为付出代价 终于下了 谢谢你 那 你能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你知道五年前 我为什么被冠朝开除吗 因为他们说 我 若我勾引上司未遂 反而诬告他性骚扰 这个上司就是程启让 五年前我大学毕业之后 如愿进了观潮 那时候程启让只是研发部的副总 有会 程总 你知道我们俩是校友吗 好 丁教授总给我提你 给我讲了 师哥关注你的表现 谢谢 因为他是我的校友 再加上他为人又比较谦和 程总 对我们这些新员工都很好 所以我对他本来就没有戒备之心 咖啡给你的 非常感谢您让我进入这个项目 没事 忙你的 谢谢 参加工作不久之后呢 他就把当时最重要的项目 给我做 别人都去吃饭了 为什么你还在工作 程总 你看看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谢谢程总 我一度以为他是看中了我的能力 直到那一天 程总 您找我 来 进来 进来 是不是写的程序还是有点问题 进来 你的程序一点问题都没有 并且做得很好 真的 年轻人 别每天忙忙忙长长的 让自己放松下来 现在是什么时候 是下班 对 我们俩可以像朋友一样 来 陪朋友喝一杯 程总 我不太会喝酒 没会我现在心情特别的不好 你就陪我喝一杯行吗 就喝一杯 也祝你工作 越来越顺利 谢谢程总 好 不会喝酒 程总 我好像有些程序没有写完 我得回去了 别坏 别坏 请你放开我 我得回去了 别坏 程总 别坏 别坏 你放开 别坏 你别坏 你别坏 你 我救你 后来呢 后来我向HR 举报程启让性骚扰 林雪当然是说 她会替我作证 但没有想到 她在最后的关头 站到了程启让的那边 林雪 你怎么可以做伪证呢 不然呢 帮你去挑战程总嘛 那代价太大了 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跟现实低头 更虎坏那个人是程启让 因为有林雪月的证词 直接将程启让认定为无故的受害者 而我呢 就变成了一个为了升职 不择手段的坏女人 那你明知道她是那样的人 那天在酒货上 你为什么还要 因为程启让的父亲 程教授 他是二肩半魔的权威 当时拳权的情况已经很危险了 只要我那么做了 她就会去求她的父亲 废回来给拳权做手术 所以 在你们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不但不在你们身边 还对你说了那么过分的话 对不起 明慧 对于我缺席的过往 我没有办法弥补 但既然现在我已经回来了 我绝对不允许她那么欺负你 这件事情不会就这么算了 辛琪 你听我说 程启让那种人 不值得你浪费时间的 她虽然看上去文质彬彬的 但如果被逼急了 她就是一头猛兽 我不希望你被这样子的人 纠缠上 听我的 什么都别想 什么都别管 剩下的都交给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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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